資人獎 索花 玫瑰花 這些全部都是首飾盒 靠創意零售價賣到起碼二百元 紙品印刷市場的競爭大 由印刷公司就在六年前開始 用低成本的紙品喜帽技術 配合不同形狀的設計 生產多款首飾盒 成功轉型增值 利潤比一般的傳統紙品高五成 塑膠起模成本會很高 用紙板起模 靈活性較大 改版或修正都很容易 成本亦較低 所以批量較小 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面對全球經濟衰退 公司零八年度的生意 還有三四成的增長 年初開始 公司將最低落單量 由五百件減到五十件 更加幫助他們 在逆史中擴闊客路 我們大概在年初時 將最低訂貨量下調 其實差不多下調了九成 其實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我們都看到吸收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客人 因為較早前 有很多批發為主的客戶 現在就會多了一班零售客戶 令到我們的客戶網絡 是擴大了 舊創意不憂無人欣賞 他們還吸引到貿易發展局 邀請他們將產品 放在旗下 專門推廣本地優質設計的設計廊 賣 在2005年的時候 在一個展覽裡 我們就看到Art Tech的設計 它是一些很特別的 一些梳化形式的手飾盒 我們覺得這個設計很獨特 應該是有市場銷售能力 所以我們就引入了在2005年 反應很理想 其實每個月的銷售情況都非常OK 到現在已經是好幾年了 所以我們都繼續有賣的產品 貿發局6月會在北京 開設第一間在內地的設計廊 藉此接觸多些的內地買家和消費者 會將好像這類具有創意的本地製作 在北京的設計廊